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钟声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否刀无伤是远程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不愿醉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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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想修行最主要各位一定要相信 相信佛所讲的 众生都有缘 在百千万劫万劫里面 现在这七八个人跟你最有缘 那你要对他修忍辱 修慈悲 你千万不要 故意跟他对立 吵架 那是不需要的 而且对方很烦 你刚考可以修忍辱 你可以不断地修忍辱 就像我每次过关 或是昨天去问 我就一直念 这个人一定我欠他很多 他这样把我拷问了那么久 有一点他高高在上 我们好像去求他了 你不要把我斩头啊这样 我不过请一个快速通关而已 但是 就是他为什么要对你这样 一定你过去对他这样 所以一直跟他抱歉 一直跟他抱歉 心里一直跟他念 吵架你别命 吵架你别命 所有功德 反正就一直会向给他 所以 因为他问我很多很多问题 你没有钱 你有薪水吗 没有 你没钱你怎么环游世界 还问我那么多 因为他说看我负责 哇你干什么国家去 你钱哪里来呢 对不对 我说这个是道场 和户子 当然我要解释一下 那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出家 他还真难解释 他还问我说 我是吃素 可不可以吃糖 我说当然不行 还考试 所以 当然我认为他跟你聊天 他就是了解你 了解你 相信你 他才会跟你盖上 但是 我自己也想说 哇 这个跟我有缘 以后我讲话 要对人客气一点 不然你总会碰到的 所以每次我要过任何一关 加拿大更严 加拿大 所以我就念到最好 刚好那个是对我最好的 因为我没有坏心 但是我一定有结过二元 结过二元 那你就没办法 因为过去是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胎 一定有善严和二元在 所以各位你这一次会在美国住这么久 是因为过去是你做过美国人 所以这一次我来 就有那个打坐法师 师父你做过印第安人 有一点像 我喜欢做燕共 所以这一次我去亚历山山上 原来这是印第安人的地方 原来叫我在那边天天做吧 所以后来我又做过本地的美国人 这个有关系 这个我相信 不然不会如此 但是这边有结了一些善言 结了一些恶缘 所以我必须来 我想各位我们坐在这边 虽然我们外表是华人 我们过去都是做过印第安人 做过美国人 只是现在换一个身份 这样而已 那你要开始去想 如果说这个不认识人 你知道他过去是你的恩人 你一定会对他很好的 因为你身上胜坏掉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捐胜的人 你会抱着他哭的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记住这句话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戒律 像我的太太 我太太对我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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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是我女儿 所以她认识我都叫我爸爸 这样而已 所以我丈母娘是我妈妈 我的妈妈是我女儿 你看就换来换去 所以我对我妈妈很疼 就是很不舍 她一点点痛苦 我一点都不行 因为那个不是光对母亲 而是对女儿的执着 所以那我们的世界就在那边 一直在这几个这边 轮来轮去轮不完 除非你能够正入空性 最快正入空性的方法就是 永恒的慈悲 你要强迫对方对对方慈悲 你如果用慈悲就超越过去的轮回的这些业力 妈妈儿子女儿仇人 这样 所以这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因为了解所以慈悲 不管对方对你怎么样 你还是对他慈悲那就对了 你还是一直慈悲 所以有人会说 师父我家都是白蚁怎么办 对他慈悲啊 给他吃啊 看他喜欢哪一种木头买来啊 我一直给他念佛啊 大悲咒啊 最后呢 他会不见的 你相信我 所以有一次有个趋势提供我一个地方 在台湾屏东很热的地方 他光把地板弄好 叫我弄一个小书棋 我就免费给人家解缘 结果我第一天进去 整间都是蚂蚁 结果我不敢跟那个主人讲 主人一定会把他杀掉 我说没关系 结果我就开始买饼干 一直喂啊 天天在里面办法会 三天以后没办这 这对我一直很大的奇迹 哎呀不可思议 你对他好 所以各位你不要排斥他 家里有老鼠 家里有什么 你就对他好 还有人问说 那个狼怎么对他好就好了 想办法 他要吃什么 所以这一次我住到山上去 第二天就听到小狼在哭 一直哭一直哭 我们四五个都跑出去 找不到他 怎么会哭呢 我以为是狗在叫 他说不是狗 野狼在叫 我说叫那个声音很可怜 结果隔天上午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师父大陆的某一个卖狐狸的 有一千四百多只要被杀掉 要不要救啊 我说他当然要救啊 跟他谈谈价钱 结果那个人也不错 剩下一半的钱 他说他不想养了 他也知道错 就一半的钱就卖给我们 结果我们就发动 不到三天就一千四百只通通救到了 结果我们要离开山上了 前一天跑了 很多狐狸一直叫 绕着我们的房子跑 绕着房子在跑 后来我就问 问里面的拉玛 我们有狐狸 我们都没看到 这边有狐狸 就你们来就看到了 而且我问打座的法师 他说他来跟我们谢谢 而且因为我们在做烟狗 很多鬼来 他帮我们赶鬼 我说不用赶了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来 大吃大喝一顿 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感应 为了仁波切 我跟仁波切助你身体健康 我替你放五十只牦牛 结果讲错了 五百只 我讲完以后 他问师父五百只内多少钱 我不是讲五十只 你讲五百只 他们还翻译了 五百只 五百只 结果完了 我们这几年刚好放完五百只 我就发动发动 开始救 结果他们加拿大 美国很多地方 听说牦牛 因为他们在青海放牦 各位要参加 也可以 因为仁波切 后来听说 他说他也要发动 就在他们嘎尔寺旁边 那些牧民 他们也愿意 今天躺好了 一只才一千五百块人民币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他们藏人上 你这只牦牛 他放了 他们拉玛就负责去做一个记号 给他挂一个长寿器 这一只牦牛就自由 没有人会杀他 他们就养他 帮他产牛奶 这样 所以就不会杀他 所以变成一千五 不然的话一只大的要六七千块 一万块都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结果一发动 现在超过五百只 我跟仁波切说 仁波切厉害 因为你看多放五百只 而且牦牛很快乐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参加 也跟他们报名 一千五百 现在开始要杀 因为他们这个月杀完 以后就不杀了 但是那些牧民很可怜 是他们要求的 知道我在别的事放 他说请你们也放 我们就算你们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过冬 一家只要至少晃两头 他们就可以过冬天 他们也不想杀 也不想杀 再讲一个奇迹事 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奇事做梦 还打电话 说师父 我昨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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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到 牦牛来讨救 而且牦牛还跟我说 他的主人很可怜 因为牦牛看到他主人 撒撒牦牛的痛苦 而且牦牛也知道 养牧民很穷 如果我们能够救他 可以帮牧民 又可以救牦牛 所以他托梦给他 我说不可思议 结果在故事还没讲完 结果那天我们离开 跑了很多只野牛来 在亚历山 我还问那边 牛跑上来 我说牛来感恩的 所以各位 你对牛好 你对西藏的牛好 美国牛也知道 你对大陆东北的狐狸好 美国的狐狸也知道 这是真相 所以生命都是互通的 所以了解这一点 各位你就开始 用心修行 你的心可以改变一切的 再听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和尚到山下办事情 他老和尚很穷的 他什么都没有的 结果等他善善了 说上面怎么亮亮 有小偷 有小偷 老和尚想 小偷可可怜 我里面都没有东西 结果他到门口的时候 老和尚就故意 把衣服脱下来 放在门口 放在门口 等他接近的时候 他一进来 他一接近的时候 小偷就跑掉了 那小偷没东西 看到了一些衣服 至少拿走了 那老和尚 那时候看到月亮 他说 希望那个小偷 也看到月亮 因为老和尚想要用这个方法 希望小偷也找到他自己的自信 结果隔两天 小偷又回来了 又把那件衣服洗得更干净 叠好放在那边 老和尚好高兴 他终会看到月亮 为什么 因为老和尚没有讨厌那个小偷 反而对小偷生起悲心 送他衣服 怕他脱不了东西 还祝福他 他也可以相信因果 因为他这个心态 心有灵犀一点痛 小偷就被他感动 所以这个小偷 后来就成为老和尚的护法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我一样 我走到哪里都会坐上摆一两块 在美国要摆美金 在台湾我们摆台币 曾华长老教我的 他说你到哪里坐 我坐上摆个一两千块 为什么 小偷来有钱 不用翻箱倒柜 不用跟你弄的经典都乱掉 还点个灯 问题里存这种心 小偷也不会来 但是你有悲心在那边 不要让他白跑一趟 希望他拿到这个 得到他的利益 那我想 如果各位 我们现在开始在修行 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那是因果 不要怪他 像我做了很多事情 好像是好事 那是一直被障碍 那我认为都是 但是我过去障碍他 我就心甘心愿 还要特别回向给他 所以我希望各位 要经常拿着牌位 去回向 这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官司要告你 你赶快帮他写个牌位 然后晚上给他点个烟共香 回向给他的父母祖先 你有发现事情很好过 你明天要跟这个人做生意 谈判 那你今天就跟他结善缘 替他供养一盒饼干 替他供花 替他念念心经 念念咒语 愿他发财 你又用一个善的念头对待他 那他明天看到你 他又用善的念头来对 那你们的恶缘就过去了 所以与其跟他那边勾心斗角 还不如拿来为他修法 这个意思了 那就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方法 那从现在开始 你走到哪里都要跟对方结缘 经过医院 停一下车也好 能够下来也好 念个钥匙仪轨 念个钥匙咒 向给他们 看到老人看到学生看到开车 就像各位在开车 你一上车 你要说当愿众生 开车平安 平安到家圆满目标 阿弥陀佛 你要开始用这个善念 所以而且希望公路上的 如果过去车祸的所有亡魂 像我的习惯 那天我们去奥克兰 奥克兰 奥克兰那个司机蛮凶的 然后因为我们要进城 他都会怕 你不要过去 这样他不在 所以我们到奥克兰的时候 我们站岩师坐前面 站岩师我们站岩师喜欢撒米 窗户打开 然后撒水 我们就撒一点 那个司机就complain了 我们这个不能撒 我都说你没有给美金 下车以后给他一张美金 明天随便你撒 还载我们去浮沫绕一圈 这个美金真好用 所以佛教里面 各位 你不要去怪对方 因为对方是抱怨 抱怨就是因为没有小费 你对他不好 那你就对他好一点 他还成为你的助源 因为那个洛杉矶 不是不是 旧金山 不是洛杉矶吧 没有那边是旧金山 北加州那个军人火木 可大得不得了 要走走不完 他车子全部都给我们绕一圈 我们在车上撒就好了 不然走要走好几个钟头 没办法 这个叫结好远 所以我在想那个司机以后 一定会等师父什么时候来 你一定要让每个司机都问 师父什么时候来 为什么 钞票 钞票 每天又钞票 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想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佛陀说你要度对方 好人要度 坏人要度 不认识的人要度 首先要布施 布施完以后 碍语 要讲好听的话 对不对 例行 做模范给他看 同事还能够体悟他的苦 叫四色法 背一下 布施 碍语 利行 同事 各位要开始练习 我发觉有些人讲话都不笑了 我讲话现在还有人 从今天来都没笑过了 真厉害 你想什么脸 铁板脸 这个是你要修的 代表你已经完蛋了 你已经犹豫症了 或者我执很强 你心里放不下来 这个不行 所以我师父说 念佛要念到哭 怎么哭 想到第一苦念到苦 不能念佛干嘛 念给自己听 你要想着众生苦 修到柔软心 然后念佛念到掉眼泪 修慈心悲心 菩提心一定要修到流出泪水 那叫刺心悲心 那你要开始放下自我的坚持固执 你要配合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你有家庭 你现在什么叫修 我在送第一张经级一遍 你不要吵我 你老公很烦 各位你错了 老公你回来了 你现在做日本女人 先拿拖鞋 放洗澡水 要不要按摩 这个叫念佛 这样你懂不懂 Oh no 做不到 那你修什么 我应该去拜佛 拜佛 也不拜老公 拜佛干嘛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念习这个 一直微笑 你骂我我也微笑 所以就像他们入关了 师傅反正你就笑就好了 笑笑笑 不要讲太多 最好装着你不会讲英文 对不对 这样比较好过关 但是无论如何 那就是要 因为这个人跟你有缘 这个拿饭菜来跟你有缘 这个人跟我说 我在飞机上 我订速食 I'm visual 他听不懂 他跟我说 No 我三位坐个美国航空 他说我们飞机不提供素食 那我就忍 那我就没关系 我都有自己带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 多带一份无所谓 自己吃一吃 对不对 但是事情总会过的 但是我还是一直对他很好 最后还送礼物给他 因为有些人看到佛教徒喜欢 有些看到佛教徒很倒霉 我坐在你身边 这是个人的因缘 但是我只能一直对他好 一直对他好 不管他是哪一个人 在飞机上我都是这样办法会 活着人消灾 他们身上的孕青战主 多胎胎 他吃的鱼 我帮他超度 所以飞机飞了20个钟头 我要拧20个钟头 因为我很少 我在飞机上不睡觉 因为我这样不浪费时间 而且跟对方结缘 特别我现在 因为我跑整个地方很多国家 我发现缘分很重要 如果没有缘分 你佛法再好他也吸收不了 他也不想听你说 所以他看到你不高兴 那你就不用谈了 所以也叫随缘消就业 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世间 别人找你麻烦障碍你 这个叫随缘消就业 但是千万不要再生气 千万不要再顶他 批评他 莫再造信仰 我有一次从日本坐飞机 要回台湾 一上去 结果手扎到一个针 怎么摸也摸不到 然后非常痛 那时候我们旁边 有个打坐的法师 他也会打坐 我就问他 怎么会这样 他说师父 你过去在 这飞机上有一个人 你过去比他这样 骂他很久 我说是哦 哪一个 这个你不用问 当然不用问 那我就在这边忏悔 一直忏悔 突然就不见了 我这就是个感应 原来如此 这样比一下 我就要痛很久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只要到任何地方 像我们念佛的人 这一辈子 是你最后一次做凡夫了 所以你累劫累世的恶因缘 你都要换完 千万不要等下辈子再换 众业轻保 那如果你有发这个愿 你现在走到哪里 他就来找你了 好的坏的都来找你 亲的输的都来找你 爱你的恨你的都来找你 但是你不能掉在这里面就好了 永远感恩 乃至偿还过去的恶业吧 该还再来要还 但是有时候你还不了 所以你就多做功德回向给他 这个人讨厌你 你就多递他供花 如果你这辈子婚姻不好 你身上一定有一个什么债主 念一下情在在主 你身上有一个情在在主 你一结婚一谈感情 他就让你痛苦 所以感情不顺的人就有个情在在主 那你写牌会要写个情在在主 然后替他取一个法号 如果你没有法号 我帮你取 男生叫圣 加一个字 女生叫慈 那你就帮他写一个法号 然后你欠他什么债 你自己观想 我就帮你供花 供登 帮你送袈裟 像我很喜欢送袈裟 情债 让你去出家 送袈裟 供生 就还债 所以因为供家杀可以做皇后 因为你供家杀 比皇后还伟大 所以你要把这个 你把情在在主还完以后 你会发觉 人清气爽 很奇怪 心情很好 这个情在就会让你心里很痛苦 因为那种痛苦 他就故意的让你痛苦 所以身体不好 一般有什么 念一下来 杀业在主 你吃他的肉 杀他 人也好 动物也好 他会让你开刀 所以 那无论如何 各位这个惯例 你都知道了 反正 你朋友生病 那你就替他写白味 杀业在主 杀业在主 最好的方法 放生 请人家吃素食便当 第二个方法 布施素食 饲料 饲料 布施饲料 那些饲料太多了 那些动物太多太多了 那天我们去 这附近 这附近有一个水库 哇 那个树很多 每棵树都有好几只松鼠 你就买几棵花生 那个松鼠在那边跳起来 而且那个湖有很多海鸥屋 对不对 很多鸭子 你去布施 湖里面有鱼 那这些都是素食饲料给圆满的 吐司面包都OK了 所以 布施这些给他们 这些杀业在主 缘亲在主 等等 还有一点我必须交代各位是 女孩子的堕胎问题 堕胎并不是说 你一直血牌喂她就超度了 堕胎是你一定要跟她忏悔 任何缘亲在主 你一定要跟她忏悔 所以特别是像我都这样 我如果最近生病不舒服 我写个牌喂 我就会跪 我把牌喂放在前面 我就跪 我给你忏悔 然后呢 我明天要修什么功德 回向给你 但首先我要跟她忏悔 所以 那跟她忏悔 她这个业障就消暑 她原谅你 然后呢 你再弥补她 特别堕胎小孩 你一定要跟她忏悔 妈妈不得已的 因为你现在在疼你的儿子 你越疼你儿子 她越生气 找你麻烦 再找你儿子麻烦 所以我碰到一个小孩子 精神病发作会打妈妈 结果一看 原来是她堕胎的小孩子 负在这个身上 医生出医不好的 那你做妈妈的 很虔诚的忏悔 把这个小孩子超度了 超度不是把她赶走 永远记住就好 如果你有心把她赶走 你一定超度不了她 超度是让她快乐 就是这个意思吧 欠债还债 不是把她赶走 所以 结果她把那个超度 小孩子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就好了 因为她就不会干扰她 因为她找妈妈 找不了就找她 你越爱她 她越找她麻烦 所以你要超度多胎胎 第一个 虔诚的向她忏悔 第二个 献出父母的心来对待她 对她很好 买牛奶 所以我们在超度的时候 就故意买饼干 牛奶 他们喜欢的玩具 对他们很好的 感动她 那这两个都达到了以后 然后再给她念经 她就快乐了 所以首先你要跟她忏悔 第二让她快乐 这个叫世间的方法 以这个方法达到了第三个 来让她离苦 所以如果你明天要来 你可以去超市买一些 像儿童用的饼干太多了 当然有人问我说有加蛋 加蛋没关系 又不是我们吃 我们帮她布施了 特别各位牛奶 如果女孩子得乳癌 或家里有得乳癌的 千万不能碰到牛奶 或是牛奶的饼干 得乳癌的因 大部分都是过去是买卖牛奶的行业 或挤牛奶的 再加上你现在生气 骂老公骂儿子的缘 那你就会得乳癌 所以第一个你就忏悔过去 买卖牛奶 所以就一直乳牛 或是买牛奶 去做烟拱 买牛奶 还有一个牛奶谁喜欢 楼王 买的牛奶倒到大河里面 大海里面去 所以去布施 或是直接去救乳牛 或是像我们救了多少牛 念下来 两万七千头牛 相不相信 这十几年 我们已经救了两万七千头牛 但是要养牛就困难了 所以你可以送牧草 就跟他们结缘 所以第一个忏悔 送牛奶 第二个自己不再喝牛奶 不容易生气 那你的乳癌就不会再发作 就这么简单 肾脏不好的 大部分都是有男女的问题 跟堕胎也有关系 肾脏不好 马上就伤腰 就会有腰的问题 腰不好 腿就会痛 那这个你看医生 医生只是给你用物理的 但是他的晕还是在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 一定要断除南里淫欲 多一点 至少 手不斜淫戒 然后呢 多受八观灾戒 因为八观灾戒 他就那一天断南里淫欲 那个力量很大 所以 然后淫欲散戒 超度了 你有修行 你有发觉腰就好了 腰不痛了 脊椎骨的问题就解决了 酸痛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经典有说 犯贪的就是水的病 肾的问题 糖尿病的问题 血液三高的问题 犯撑的人 那就是骨头的问题 心脏病的问题 所以发出来的脾气 就是心脏不好 憋气就是肺部不好 你被人欺负 一直压抑一直压抑 然后你就会产生肺的问题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所以在佛教里面的时候 业力要忏悔 但是业是来自于烦恼 所以根本上你要从烦恼 骨头不好 就要傲慢的骨头不好 所以甚至越傲慢的人 眼睛越容易出问题 眼睛嘛 眼睛高高在上 所以那你要开始谦虚 有些人是苛刻 自己看到别人的缺点很厉害 苛刻的人就身体不好 没有福报 赚不了钱 所以别人的缺点 更要我们去包容它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修行是一种改变习性 改变个性 我发觉很多人很喜欢念佛 很喜欢误经 很喜欢修很长的仪轨 却个性很糟糕 跟人家格格不入 那这个就代表没修行 佛教对它只是一个麻醉剂 对它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修行一定要透过别人 来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然后慢慢以 什么叫空呢 就是空有点你站在高高 旁边看自己一样看事情 你要冷眼 很冷静地去找到自己的问题 唱歌的人很少知道自己唱得不好听了 很奇怪 不好听才喜欢拿麦克风 因为没有空性的人 他永远很主观认为我对我对 所以空你要慢慢慢慢超越自己 去了解自己 好时间差不多了 那今天有一个东西要各位带回去 那有这些奏卡 这些奏卡很重 像这里面有12个奏 就像佛陀在认言经说的 你把认言咒带在身上 你得到佛的力量在你身上 你把认言咒带身上 等于跟佛同一个房间 那现在的科技可以于是印 12个咒在上面 各位可以带在身上 还有一种 这个东西不会坏的 怕不怕水的 可以沉的 你也可以放在水里面 这个水就得到加持 除了供佛 这个水走到哪里不湿 加州缺水 各位要多沙 沙漠的地方 而且这里面还有奏 还有几个就是 各位挂在手上的 一包有两三个 这里面有六个咒语 这个叫接触得解脱 这里面有个大水求咒 是最重要的 身上带这个咒 不管你怎么往生的 必定去极乐世界 再来谁碰到你 谁也可以修业障 生病的人给他带 更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就 你有信心 再来你带在身上 最好随时摸一下 好像他在发光 利益众生 只要你在动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些贴在 贴在手机上面的咒 好像是上面有圆形的 你可以把苹果盖起来 这里面是 这个咒语 希望这个手机也成为一个功德 另外还有一本要各位带回去的 最重要的 念一下 地上经 我们故意做成口袋本 你放得方便 没事就拿起来念 因为地上经 功德太大 这也是我们华人 特别中国人 我有时候很劝藏人 一定要读地上经 但是很可惜 听说地上经没有翻成藏文 他问我说 你们华人为什么念地上经 会发财 很有钱 不缺钱 因为地上经是孝顺不失的经典 而且功德力特别大 所以这地上经后面第十二品 念地上经的二十种功德 七种功德 建文立一品 写的地上 我本来今天要讲一点 但是我看时间到了 各位坐那么久了 委屈了 所以 膝盖永远会酸 腰会酸 但是 这也是个功德 所以等一下会 会发给各位 好 那 也记得一定要 拿牌位 明天各位最好能够来参加八幻灾界 也没什么条件 但明天来参加 身上不要有皮的东西就好了 明天因为八幻灾界就 不穿皮鞋 皮带 皮包 然后呢 不化妆 不故意带戒纸耳环 这不是参加宴会 只带炼珠就好了 明天晚上不能吃 你会饿 但是你会觉得很舒服 就八条戒律 然后明天首八幻灾界的功德 这个叫戒正上 比如说你今天供养一朵花 那你明天供养一朵花 变成六十万朵花 因为戒的正上 所以首五戒的人供养一杯水 跟没有首五戒的供养 那个首五戒的力量太大了 发菩提心的人点一盏灯 等于一般人要点一亿盏灯 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那大家以持戒的功德 又能够发起受戒 为了回向给众生 为了成佛的悲心菩提心 那这样了 那我们要超度了 就很容易超度 超度不困难 而且多一个人来守戒 就多一个人回向的力量 而且佛经说 守八观灾界那一天 各位你走出去地上所踏的泥土或水 天上的神会供到天上去拜 而且恶鬼道你踏过了水 他喝极解脱 因为你身体持戒的功德 所以一日一夜八观灾界的功德 永不堕落三恶道 来自中品终身西方极乐世界 那如果我们用菩提心来受戒 那更不可思议 所以明天最好把你儿子拉来 你跟妈来参加 给你一万美金 都滑得来我跟你讲 因为他参加过以后 他人生改变 因为可以不堕落三恶道 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恶道 富贵自在 随愿升天 往生净土 所以太滑得来了 所以我在监狱经常喘 特别那些死刑犯 他受一次八观灾界 枪毙以后不会堕落三恶道 消无量业障 好有问题的可以举手 有吗 请说 我每天都有念功德神旧 还有灵验旧 二十一篇 地藏信号 每一天的一天 回向我的冤亲 灵验族 还有我去世的父母 因为我妈妈死得好惨 她之前撒伤死的是肺癌 死了眼睛不被打开了眼睛的 等一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夏寿阴 夏寿阴 嗯 法慧功德 回向夏寿阴 皈依三宝 依三宝 永离三土 同身净土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 所以以后你就不用讲 她很惨了 她现在 不会大家互相帮 只是说 你念那么多 最好的方法 先升起 把众生当作妈妈的悲心 这样功德力更大 就是说 我们做的任何修行 先 无分别的 回向给所有众生 回向完以后 再回向自己的父母 那力量更大 不要怕说 哎呦 我先回向给父母 再回向给众生 是 没有没有 力量跟你没关系 力量是佛的力量 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各位记住一句话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个声音不是你 那是阿弥陀佛的声音 当你在念 阿弥陀佛的声音不是你 那是观音菩萨的力量 所以 永远要相信 当你念阿弥陀经 那就是阿弥陀佛在说法 所以为什么说 念经的力量很大 不是我们 要把这个我 因为你用我的想法 那就觉得我没力量 所以我不要回向 这个就错了 那个六道金刚座 一样阿 对阿 这个 没有 这个人 帮座 你念六道金刚座 就是六道众生都得到利益 他特别畜生道利益最大 三二道 所以地狱道 二鬼道 畜生道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很喜欢 特别看到的那些 三二道叫哈哈喺撒玛 然后就 就 那就代表 佛菩萨在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念佛 持咒 不是自己 而是以佛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 好 还有问题吗 那各位要有信心 尽量带着 或是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 然后 你要一直鼓励他带着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麦克风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比利海涛法师 我今年7月4日的时候 我在德国那个时候 但是我梦到了我奶奶 她说她很饿 想喝粥 我奶奶已经去世六七年了 然后 我 当时 以前我 我现在学佛才一年 然后以前什么都不懂 我奶奶去世那一年 就是六七年前吧 有一年 我几乎 每周都会碰到她两三次 但是我那时候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为她回向什么的 然后最近学佛一年 就是7月4号的时候 然后也是 呃 那个姐吧 叫什么姐 好 你奶奶名字叫什么 我奶奶叫王刘氏 刘秀琴 呃 她 王刘氏 刘秀琴 两个 对对对 是王刘氏 她说她自己有名字 叫刘秀琴 来 念一下来 王阿宏 王阿宏 以死甘露 以死甘露 回向饥饿众生 回向饥饿众生 受苦众生 众生 众生 王游氏 王游氏 王阿宏 各位念一下 辨识咒 南无 沙瓦 沙瓦 瓦 沙瓦 沙瓦 要观想所有 刚刚你的奶奶也好 所有饥饿众生 都得到甘露了 喀麽沙瓦 我来自地 王沙瓦 上巴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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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麽沙瓦 我来自地 上巴奈 上巴奈 喀麽沙瓦 我来自地 王沙瓦 上巴奈 上巴奈 喀麽 现在给他们喝水 各位你就用手点就好了 点七滴 为什么 天到 人到 阿修罗 地狱到 鬼到 出神到 后面要点一滴 后面这滴 第一就代表你的奶奶 殷勤债主 就代表这个意思 你的堕胎胎儿 你就观想就好了 来 那麽沙瓦 不耶 丹达耶 多耶 大自祭 王沙瓦 沙瓦 本来沙瓦 本来沙瓦 撒不合 那麽沙瓦 不耶 丹达耶 多耶 大自祭 王沙瓦 沙瓦 本来沙瓦 本来沙瓦 撒不合 那麽沙瓦 我耶 丹达耶 多耶 大自祭 那麽沙瓦 王 Molly ソ 勿 本来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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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不合 那麽沙瓦 丹达小露 把 штam 只不合 我 meat 我王沙瓦 我 你 我看不 понять 那各位把手这样翻下来就流出去了 要念七遍 那你要观想第一道 恶鬼道 动物 三三道 包括冤亲在主通通得到要念七遍 来 开始 三堂子 一 二 三 然后我们最后把功德回向 所以我说各位拍会写多一点 带多一点 我们明天傍晚在节后天一天法会 我们就一直回向好不好 一直结善缘 来 法会功德 回向个人累劫累事 往生父母 妻子父母 历代祖先 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 跟随身上 各种冤亲在主 道场内外 所有友情 所有往生排位 同享功德 同享功德 恩阿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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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黎布魏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归三宝 归三宝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报恩的虎狗 在农场 家家户户都会养狗 因为它们既可以帮忙 看前顾后 又能协助放羊 而附近最好的狗 当属欧文家的那三只牧羊犬 欧文家的牧羊犬真是不错 你看它们将羊群管理的井然有序 可不是嘛 它家的狗也是我们这里最勇猛的狗了 那一年它们三个大战黑熊的事 谁不知道啊 真是了不起啊 这三只狗竟然能把黑熊给打跑 如果我也有只这么聪明勇猛的狗 该有多好啊 不知道它能不能卖我一只呢 卖你一只 别做梦了 那三只狗就像它的孩子一样 欧文它怎么舍得卖呢 欧文的确非常喜爱自己的三只狗 它最享受的时刻就是每天傍晚在屋外给它们喂食 看着它们吃饭的快乐时光 慢慢吃嘛 又没有和你们抢的 哦 哪里来的狗啊 你看它灰头土脸的样子 我看那应该是只没主人的野狗 我们的邻居们都将狗当做朋友 谁会将它丢弃呢 你快看 它正看着我们呢 这只狗看起来并不怕人 应该不是只野狗 喂 你是不是饿了 要吃东西吗 那只狗一愣 接着它看了一眼欧文身边那三只狗 显得有些惊恐 看来 它是害怕我们家的这三只狗啊 欧文将一块食物朝着那只狗丢了过去 那只狗被突然扔过来的食物给吓了一跳 它就像一根绷紧之后被释放的弹簧 以一种惊人敏捷的速度窜到了一边 哎呀 它的动作怎么那么敏捷呢 它刚才的动作哪是狗的动作 这动作简直就像是一只狐狸 哦 它的动作的确像狐狸 那只狗确认没有危险后 便张嘴将其叼起来 然后转身跑走 通常狗得到食物后 都会在第一时间将其吞到肚子 哪怕已经吃饱了也会这样 而这只狗怎么会将食物叼走呢 或许这就是野狗和家狗的区别吧 有了这一次的接触后 那只狗时常会出现在欧文的视线中 而欧文每次看到它都会给它一些食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那只狗和欧文越走越近 但它仍保持着戒心 鸡马 你现在还打猎吗 老了 不打了 不过没事的时候 还是喜欢到野外四处看看 怎么了 它们怎么这么吵 听这个叫声 它们应该是发现什么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说着 它和欧文夫妻俩走了出去 欧文一出屋外便看到那只狗 而自家的那三只狗正朝着它不停的狂叫着 原来是它来了 那是我的朋友 你们别吓它了 来 过来吧 没事的 那只狗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 然后谨慎地朝欧文走了过来 可是又停了下来 然后警惕地看着欧文身边那位老猎人 快过来啊 没事的 看来它不认识希盟 不敢过来啊 算了 这个家伙胆子也太小了 欸 欧文 你有没有发现这只狗的一些动作有些特别 没错 没错 它有些动作很像狐狸 对 这是一只狐狗 啊 狐狗 什么叫狐狗 狐狗这个名字是我帮它取的 那是前年的某一天 我和朋友在野外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母狐狸 哎呀 西蒙 你看 那这狐狸竟然朝我们这里跑来了 它这是要干什么啊 西蒙看了看那只母狐狸 它跑到距离它俩不远的地方便停了下来 接着一扭伸又朝六一个方向跑去 没跑多远又停了下来 并且还转身看着它俩 这应该是一只刚生产没多久的狐狸妈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的洞穴就在附近 既然它的洞穴就在附近的话 那它见到我们 为什么不赶紧跑回洞里躲起来呢 那是因为洞里有它的孩子 它怕暴露洞穴的位置 所以想将我们引走 这些狐狸狡猾着呢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瞒不住西蒙你啊 我和它们打了一辈子交道 这点伎俩是骗不了我的 走 我们假装跟着那只狐狸 这样它才会安心 嗯 好的 不过这只狐狸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宁可自己冒险引开我们 也真是伟大 这就是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 就在此时 那只母狐狸突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然后抬头朝空中看去 咦它怎么了 西蒙顺着母狐狸的视线也朝空中看去 只见高空中有一只鹰 它的爪子似乎还抓着什么东西 母狐狸朝着空中那只鹰发出一声哀叫 接着便飞快地朝它那里跑去 这是怎么了 那只鹰应该是把这只狐狸的孩子给抓走了 可怜的妈妈 她原本想将我们引开 却没想到 让那只鹰给捡了便宜 西蒙和朋友看着母狐狸一边哀叫着 一边朝那只鹰追去 然而那只鹰很快便消失在空中 不见踪影 母狐狸朝着鹰飞走的方向 不停地哀叫着 从那天起 野外便经常能听到它的哀叫 作为母亲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那当然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 不过后来它不知从哪里 找来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狗 于是便将那只小狗 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了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 小狗的很多动作和习性 既像狗又像狐狸 所以我都叫它为狐狗 也就是说 所谓的狐狗 其实就是一只狗 只不过它是由狐狸养大的 没错 你们发现了没有 它身上既有狗的习性 又有狐狸的习性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有一点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每次丢给它食物 它都要叼走呢 不管是狗还是狐狸 它们都没有储藏食物的习惯 哦 你是说它储藏食物 是啊 每次我丢给它食物 它都不会当场吃掉 而是叼走跑掉 哇 这的确是有点奇怪 现在天越来越冷了 它在野外想要寻找到食物 是很困难的 按理说得到食物后 它应该立刻吃进肚子里才对 可不是嘛 每次它来的时候 肚子都是饿得扁扁的 看得出来 应该是实在找不到食物 才来寻求帮助的 可得到食物了却不吃 这点我实在想不通 欧文 下次它再来的时候 你偷偷跟着它 看看它究竟将那些食物藏到哪里去 嗯 我会去一探究竟的 几天后 那只狐狗又一次出现在了欧文面前 哦 它终于又出现了 过来吧 我这儿有好吃的 那只狐狗私下看了看 它没有发现欧文养的那三只狗 于是便放心地走了过来 摇起了尾巴 还会摇尾巴 你现在越来越像狗了 来 我这儿有好吃的 看你瘦的 都皮包骨了 这种天气很难找到食物吧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找不到食物就来我这里 诶 诶 它还是要将食物带走啊 今天我要跟着看看这家伙 将食物都带到哪里去了 欧文一路上跟着那只狐狗 但在一弯处 狐狗一转身就消失不见了 诶 怎么回事 它跑哪里去了 嗯 诶 真是奇怪 它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哦 它不会钻进那个洞里了吧 好大的骚味 这是个狐狸洞啊 欧文话音刚落 那只狐狗一下子从洞里钻了出来 它呲着牙朝着欧文发出威胁的呜呜声 啊 你这个家伙要干什么啊 我刚给了你食物 你就不认我了吗 狐狗依旧朝着欧文发出阵阵威胁声 这时候 洞里传来了狐狸一声微弱的叫声 接着一只母狐狸从洞里钻了出来 狐狗急猛转身朝其轻轻的叫着 然后伸出舌头舔着它的毛发 那只母狐狸看了欧文一眼 然后搜回洞里 但很快又从洞里出来 而且嘴里还叼着狐狗带回来的食物 它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然后朝着欧文发出一声哀叫 似乎是在恳求欧文放过它俩 原来如此 我每次给狐狗的食物 它并不是叼走藏了起来 而是带回来给这只母狐狸吃啊 它看了那只狐狗一眼 母狐狸一看到欧文在看狐狗 于是就放出一声哀叫 并且用鼻子把那食物往欧文面前推了推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你吃吧 说着它将随身带的一些食物也朝它俩那里扔了过去 狐狗和母狐狸愣了一下 狐狗小心翼翼的凑过去闻了闻 这些都给你们 放心吃吧 以后没有食物 还是来找我 我会帮你们多准备一些的 臣服渡众声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